繼續來看代替專制公司的第一年 這車遵守的目標是要贏到九十七% 不過現在造成來部調度車班的壓力很大 共同部長理民間 今天是特別去順代替的幸福重心 保證會繼續改善代替的設備 減輕完工的負擔 如果去車子的問題 這目前約會來討論 完蛋掛牌的代替公司 今年一月十五月 客運人數超過九千八百九十二萬人數 平均每天是輸完十五點八萬人數 比去年成長車過一生 今年八月EMU三千行 下車的車五十片座全部交車了 在一月份會全部到達營運 全身的運營還提升百分之四十 健康的調度壓力一定會增加 行空中心的設備是九十二年建置 那目前也請台鐵在規劃 怎麼樣利用新的科技 能夠再提升這個行空中心的效能 減輕人力和人為的判斷的負擔 因為四月車三發營共和地盤的影響 台鐵頂半年尊點率沒有改善 不過前年尊點率目標也是停止百分之九十七 葛東坡要求台鐵就要研究油化形空調度 到我們這些人為 那是台鐵以前在土匯区 是以節運化的經營 通訓時間、路線的營業 都已經換金換金了 不過目前很多品種 需要的是看管齊快速通勤 可以用大小股來檢視越穩的輸球 另外一方面 國際關心二十九年來無期的台鐵票價 什麼時候要調整 九龍堡表示 設斗歡迎合理票價 也能提升核武品質和尊點率 台鐵已經依照聽書在研究上我們的方案 後少月聽書會報當初會 也會提報到九龍堡來審議 目前也沒有時間表 記者綜合報道